三樓高的后阳台上怎么出现一名男子 急忙往另一个方向移动 每一步都走得相当谨慎 就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民众看到还以为他是蜘蛛人 其实他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事发在18日 基隆行大干员前往大华一路住家 进行毒品查契 当时屋内灵性男子听到警方准备攻坚 马上冲到屋后阳台爬了出去 直接在遮雨棚上行走 男子随后跳下来往防火巷逃跑 不过警方早就在现场埋伏 将他当场逮捕 本局因侦办贩毒案件 溯源期间发现该灵性犯嫌 见近期毒品上涨 为谋取暴力 盆积毒品低买高卖 与警方攻坚过程 竟温身逃往误后 自三楼攀爬雨泽 一路逃往一楼防火巷 为埋伏远警逮货 经代反住宿搜索 查获毒品一批 及罕见iPhone型折贴首相一把 警方侦办毒品案 嫌犯为了逃跑 竟然学蜘蛛人攀爬 逃在人世平安无事 警方顺利逮到人 将进一步调查 嫌犯和毒品上下游之间的关联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